娱乐至上,小Y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好方的联赛的一个视频 眼神依然不太好,眼睛有点疼 然后如果明天还是疼的话,我可能要去趟医院 对,眼睛有点红,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莫名其妙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Q神,红色的人竹 另外一边的话是这边的Alice 地图是TM 今天正常还是会更新三场的一个视频 我们看到Q神这边的开局还是一个先兵营的一个开局 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中立或者什么卖英雄的一个打法吧 我们来看一下Q神在TM上面会怎么样对抗这边的一个精灵 今天的话其实我也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约炮 什么意思 今天其实我也是看到那个非常秘书那个小说是完结了 对,我前两天一直在追,追到最近 然后终于跟上了一个大部队的一个节奏 然后突然间,今天就突然结局了 按照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看 其实这个结局有点稍微的仓促 但是呢,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作者的一个结局感言 他也是,其实他也是埋下了一些伏笔吧 然后又开了一个新的坑 对,我难得 我最近已经说实话很少有喜欢这样的一个小说 然后这部小说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秘书,大家可以摆逗一下 对 当然,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说他广告 是广告前的,肯定没有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确是吸引我 所以我就推荐一下 我昨天在微博上面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忍不住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才有会有社交网站 有一种对吧 物以类聚 豆瓣也会有一些小组 因为你大家都喜欢这东西 那我们就可能会成为朋友 对吧 就比如说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看小外来解说 你们两个人可能关系 只是一般的一个朋友关系 有一天你发现他也喜欢看小外来解说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变得更加亲密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从我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小说不错 我很喜欢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至于你喜不喜欢看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喜欢看 那我们也讨论一下 你不喜欢看 没关系 对不对 这又没什么问题 也不影响什么 好的 我们看到Q绳这边是直接拉出了民兵 去敲这个小精灵 应该不是吧 小精灵这边其实也无所谓 被敲死不敲死 因为都没有经验嘛 对方英雄都没有出来 加拿链还在补农民 直接选择我们看到农民往前走了 什么个路线 中间是首发的TK 一本的TK首发的一个TR吗 这也是Q绳的拿手好戏 我们来看一下 会不会这样直接去做 看来有可能是直接选择去TR了 农民已经来了 这波TR的话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家里面已经第一时间补下了这个BR 对这个套路还是比较深的 纯粹是一种带有种分享的一个心理 好吧 好的我们看到这边女王的话 目前来说 这个防宅有点A不动 因为只有一个AC 然后也没有故宫B那个资源 就加个加感觉有点压力 开始放防御塔 然后的话 三个佛特曼把那个AC给赶走 然后这个女王一个人的话 可能拿这个口袋工厂 的确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我个人感觉 这个口袋工厂小精精 好像被卡里面了 更多的我觉得 一个拆月景会好一点 打那个祭坛其实性价比不高 然后的话 我这边又补了一颗BR 现在已经是要马上有三颗BR 而这边这个AC的话 比较可怜 这个佛特曼又一直是A在这个AC身上 所以这个AC没法进行一个输出 输出环境很一般 这样的话 这个塔有没有机会起来 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是有两个AC 如果是有三个AC的话 就可以考虑对这个塔造成一波输出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佛特曼 就是拼了命的在 给这个AC压力 让AC没有办法 这边窝人升到两截 然后的话 这边TK扔出了 第二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位置认得非常的远 感觉可以稍微认得前一点 比如说认在这个位置 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 窝人这边现在两截 蓝是有 但是这个塔的话 现在有没有机会起来 开始点这根塔 一个AC的输出到位 但是后面两个AC 没有能够输出环境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塔 应该还是有机会起来 现在三个AC点上去 好的 这根塔点掉 你看到没有 只要有三个AC 这个塔立马被点 但是后面这两根塔 一个AC 两个AC全会放倒 这样的话 Aless这场比赛有点要危险了 塔撕起来 一根两根 窝人选择放弃 那这样的话 往后测一下 两个AC的话 这个塔压力很大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AC在持续的出 还好推掉了一根塔 推掉了一根比较前沿的塔 然后后面的这个塔的话 持续往前修 我觉得Q生可以考虑 放这边的一个圣塔了 对窝人造成一定的限制 这边我们看到是顶盾 顶盾 对 AC这边现在还是有一些量的 这个祭坛应该是被第一时间点掉 比较站起来 比较站起来 但是这个箭塔的话非常凶 好在这个 这个 这个感觉这样的话得出弩车 是不是 得捕猎的大厅 目前来说 没有看到这边有捕猎的大厅的 这个一个想法 还在用IC进行远程的一个火力支援 而Q生这边显然是想要用这个 点对付的麦跟对方继续进行纠缠 家里面的话农民正常在捕 问题不大 12344个伏特麦 IC这边要把那个外围的塔给点掉 不要让他这个塔再起来 这样的话只要这个外围塔起不来的话 这几根塔的话 里面塔起不来的话 这个几根塔的话点不到这边精灵的建筑 因为塔实在太靠 太靠外了 5个IC这根塔根本学不做 直接又点退 是不是 夜晚的话能够保证这个IC的补给 然后这些伏特麦上来的话 我窝人的毒标就可以甩上去 再杀一些伏特麦 我一直在看他没有补这个猎物大厅 现在的话反正夜晚的话 这个井水是比较充足的 能够稍微的滋补一下 然后的话AC的量已经很多了 然后你这个塔只要一来 我就给你点掉 一个塔一来我就给你点掉 Q层这边选择转型 这个时候再一本的一个强行TR 可能已经是TR不下来了 所以的话选择要去升一个二本科技 再谋求一个发展 这一局的话应该说这个塔的位置 已经是注定了他不能往前代推了 IC太多了 你这个塔根本起不来 你别看现在在变啊 精灵其实算了时间了 你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IC给你点一轮 你这个这个塔立马被点掉了 是不是啊 就算你这个塔起来 我都觉得 起来的塔就可以把你点掉 不要说你这个没起来的塔 好的 这边我们看到IC准备好点塔了 因为你这个根本是修住了嘛 小迪金这边的口袋工厂也是被点掉 放了B 放了B片 六大厅在里面补好了 对这个这个塔呀 注意一下这个输出的环境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个塔给点掉了 居然没有去点这根塔 现在只有一个 诶诶诶 口掉 这个塔马上就要起来了 这个圣塔也好了 诶这个塔居然真的好了 圣塔是直接点到这个基点 不过影响不大 因为这样一种伤害 对于这个老树来说 基本上来说是忽略不计的 然后对方的IC始终在那边点 呃 鲁车已经开始再出了 因为他现在不急的跟你进行正面的教授 我只要等到鲁车出来 我就可以反推 那这样的话 Q成这个TR基本上就已经失败了 家里面放一下铁匠铺 看来要出这个 出什么 大家知道吗 出小炮对不对 这肯定要是出小炮 不可能出火 火箱也可以出 那更多的可能想要出这边小炮 鲁车一个有了 天已经炼了 对于人主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息 这边窝人升级的 呃 升级的是刀扇 对对方的福特曼造成一个片的一个杀伤 然后的话鲁车是推一下 这个窝人的站位 这个窝人的站位 这个窝人的站位很非常关键 一口月井被打掉 人口这边我们看到是40人口 月井还是有的 鲁车一个 目前来说还只有一个鲁车 一个鲁车的话推起来比较压力 还推不出去 有了一个铝链 有了一个铝链 一个鲁车还推不出去 AC我觉得可以考虑资源过来点一下这根塔 这根塔不能再起来了 这塔越来越近了 好 这边吃了一本卖聊 爽一爽 往里面钻 女猎手跟卧人可以出来打这些福特曼 AC也反击一下 鲁车往里面点 第二个第三个鲁车 有马上有三个鲁车 应该说精灵顶住这波问题不大 我不知道他后方这个 阿姆科技完成以后的一个选择是怎么样子 现在来说 我们看到 这个塔呢 虽然在变 但是我觉得 推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地方的鲁车已经 马上就要三个鲁车了 你这个塔能顶得住 三个工程武器基本上你这个塔就已经没什么用了 是吧 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呀 已经是感觉这个TR已经有点TR不下来的感觉了 三个鲁车已经开始推起来了 你看这个农民慢慢的就被血耗掉了 而且TK依然只有一截 三个鲁车摆开架势 这个塔的话也威胁不到这个基地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Alice现在比较淡电 根本不滑 随便你怎么样 我不急 我真的不急 那这个口袋工厂就把你先点掉 农民还在修对口袋工厂也是在拖延时间 要是再来个鲁车的话就要四个鲁车了 他现在已经不出鲁车了 他三个鲁车绝对已经足够了 正面的话需要一些女猎手跟你硬钢 后方的话是补两个车间 出小炮是肯定了 看来火枪就不可能了 也不准备出火枪 就是两个车间出小炮 待会要形成一个对空的一个节奏 Q神现在就是跟他耗啊 Q神的比赛有些时候还是能够看出一些 跟平常我们看到什么开矿不开矿的不太一样 他更多的是那种炮台战 是吧 现在就是时间的一个推移了 精灵这边比较淡定啊 不急 买了个夜石 然后这个鲁车的话慢慢推 反正我终究是能够把你推出去了 因为人猎这边的部队这没办法 是先鲁车这个是一直推的话 你也修也修不了 修不住 这个女猎 女猎手被点死 又补了一个商店 商店都不够弄的 我们看到要多来一个商店 来刀扇我就可以散起来了 刀扇可以散起来了 这边小鸡精一直在点着鲁车 鲁车要当心 TK升到两级 福特麦基本上来说 已经走基本上都已经死光了 而这边小鸡精灵在修这个鲁车 这个口袋工厂应该也顶不住了 这些顶顿的福特麦基本上已经被赶走 那这样的话 鲁车的输出环境就非常稳定了 刀扇一个哇塞试杀完美 这波非常算 我来已经升到三级 好的点掉这个 然后的话 鲁车再往外推 因为你现在连农名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塔真的就是可以随便羽肉了 TK这边想要来上啊 把这个车子给点掉 这个口袋工厂直接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这口袋女裂手可以贴上去直接把它点掉 AC跟女裂可以直接点掉这个玩意儿 而弩车的位置 哎哎哎哎 这弩车 这弩车的位置有点糟糕 弩车位置有点糟糕 TK看到这弩车有想法 一下A了一下 强行把它给弩车A掉 扫一个弩车就就就就问题很严重 敲掉这弩车 对只要扫一个弩车 这个推出来压力就小 就就就就就就慢很多 而后方的话这边又拉了一种农民过来 然后两门小炮赶过来 两个两个过来 这个时候小炮才能处理啊 有小炮的话 这些女裂或者这些弩车都将成为一些 这个对方的一个一个一个经验点 现在这边这根塔是被推掉了 终于又推掉一根塔 现在居下来继续推塔 因为来了四个农民啊 这个相对来的推塔进度会慢一点 不过的话我们看到 因为对方现在小炮没来之前都可以 一来小炮的话讨厌了 小炮在塔里面点你这个弩车 弩车点磨这枚小炮 甚至可以考虑补一个神秘圣地 出一个出点牧师也是不错的 小炮现在开始跟弩车对轰了 对大家对轰 这小基地还是得修一下 得修一下 这个弩车肯定要保住 因为这个时候的女裂手是上不去的 Q车这边现在小炮两个 马上要四个小炮 四个小炮的话就有点稍微上当性了 可以直接打这个基地 对直接打基地 基地现在顶不住啊 弩车现在不要说别的 这基地被人家炮击得有点疼啊 口袋工厂外加这个小炮 小炮的一个输出 打基地真的是不要太猛 感觉这个基地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小基地捞出来修 窝等这边过来刀扇 刀扇一个死不掉 一个毒标 哎呦 基地直接被直接被A爆 四个小炮 不要太凶 直接打出机器 哎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 这边的Alice有点 太过于淡定了 对有些时候我们知道 打这个防防人家TR 比较的要超 不要不要特别机 要淡定 而这场比赛Alice显然是太过于淡定 当时我看到他输了三个弩车 他如果出到五个弩车的话 可能会更早的把对方的这个塔给推掉 一旦这个没有塔的资源 就这个对方就这几个小炮的话 配合IC跟女炼手 小炮就是你的经验 但现在有这个塔的话 女炼手不能发挥效果 而小炮一过来的话 给这个精灵 这个矿点更大压力 所以直接是把这个矿给A爆了 好吧那这样的话 应该说这场比赛Q神也是 险胜吧 只能说是险胜 当时Alice稍微有点犹豫了 他出了比较少的这个弩车 出个五个弩车 我觉得基本上推出来就问题不大了 对不对 好了今天第一场比赛 这边感谢收看 我是小Y